魔王的Delta確定已經來到台灣 其實昨天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阿忠故意講了 緩衝的一個說法 那今天正式公布 確定幼兒園都是群聚Delta 而且還特別強調 跟機師不一樣 所以鄭文燦鬆了一口氣 3加11他已經壓力很大 如果連這個都跟桃園一樣的話 我看這個鄭文燦的壓力 會大的壓力三大 來看一下 現在大家就在討論說 到底要不要從二級的加強 進到三級 甚至有專家說 你應該要到四級 再不然最少新北局部的四級 因為畢竟Delta是非常傳染力很強 來看到這個醫師潘建志告訴大家 他說紐西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紐西蘭在8月17號確診 第一例Delta之後 他們馬上進到四級 很快的在20天之內 確診數從最高的84人 到昨天到他PO文 因為他是今天PO的 昨天為止已經降到21人 所以他說台灣要引以為戒 乾脆走個長痛不如短痛 直接進到四級 那也有人講說 不要全台四級沒關係 局部四級 這個大家要不要思考一下 他附了一張圖 上面這一個是確診數 下面是他這個封城的程度 來看一下我們攝影大哥 稍微拉拉一下 在這個地方打了一個一號這個地方 紐西蘭一發現Delta的時候 他馬上全部進到四級 後來就很快就往下降了 所以他用這個圖 用統計的方式 告訴大家進到四級的一個必要性 網路上大家也討論說 有沒有必要立刻封四級 十四到二十一天有必要嗎 那陳時中也告訴大家說 這個我覺得沒有必要 連第三級都沒有必要 除非新北市侯友宜沒有控制好 這個講話是非常政治性 所以如果進到第三級 甚至進到第四級 都是侯友宜 新北沒有做好 但是細細比較一下 六月底的時候 屏東也是Delta 這次跟上一次的狀況 非常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當時我們總統的故鄉 屏東 坊山 這些地方出現Delta病毒的時候 一確定是Delta 馬上就把這幾個地方 局部都變成準四級 全部通通封起來 包括超商 餐飲業 傳統市場 關閉三天 後來加場 後來到第四天 第五天 大家也都不敢出來 而且把所有的資源都投進去 不管給他們吃的 或給他們喝的 然後包括全村馬上都排隊打疫苗 當時是這樣的狀況 還記不記得屏東的地方 跟新北市光是人口密集度 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其實一樣恐怖的病毒 在Delta 在屏東 是這樣子高規格 然後反而在密度很高的板橋 反而是另外一個狀態 這到底是差在哪裡 怪在說板橋是正底的故鄉 然後屏東是總統的故鄉 差別在這裡嗎 Delta會因為總統故鄉 或者正底的故鄉 他的傳染力就不一樣了嗎 那這一個問號之後 這個要不要進到第四集 網友意見兩極 那贊成說封城吧 先把手上疫苗趕快打一打 但手上疫苗可能有一批是高端 所以這個民眾現在也是苦 四集把疫情控制在 這個已經有的地方 贊成封城 紐西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但反對著說不行 好不容易可以喘一口氣 三集我們的魚類類了 那好不容易可以喘一口氣 不要這樣子已經倒一大半了 再升大概百貨 連這個很厲害的百貨公司 都要倒了 沒有病死結果餓死了 尤志庚你怎麼看這事情 這個是大災問 要說你是覺得該不該算啊 我實在很難回答對不對 因為你看我大... 我個人支持板橋局部 四集或三集 我幫忙人 那你就不能來了 到時候視訊 我在這邊跟大家 國運大會請假 四集是連出門買菜都不行 真的假的 你們家只有一個人可以出門 可是我們之前三集的時候 很多管制措施跟四集有點像 你記得那個時候菜市場 我們也是又分流的 對... 沒有四集是管制到家戶了 家戶只能派一個人出門 然後每一個人限時間 越南就是這樣 分時段 越南每一個人分時段去買菜 我們家有兩個人可以講 輪流來這邊 你自己支持怎麼樣 你板橋當事人 我是比較支持緩一緩 就是維持現在二級加強 二級加強版 我覺得我又以現在做得OK 他是有點緊張 但是我覺得目前為止OK 為什麼 你看 澳洲你們看 分成紐西蘭跟中國 跟美國的做法 遇到Delta的時候 因為紐西蘭這些是 跟我們以前一樣 都是防疫優秀國家 可是一旦遇到之後 就馬上砰砰砰砰砰就上去 所以你看 剛剛澳洲花了很多時間 講了這張圖表 澳洲就是馬上一立馬上 Shut down Lock down 就馬上 然後馬上結束 你看中國大陸它是什麼 它也是一樣的方式 只是它用的是強力封城 它一直都是這樣 所以你看 那時候深圳發現第一立的時候 砰砰砰 廣東全部都沒了 沒事 南京在上個月 兩個月前 還辦了一次 三萬個人的馬拉松比賽 全部不戴口罩 然後大家檢視 這一個月有沒有案例出現 結果南京真的一個月零確診 他的方式是這樣 美國是什麼方式 他本來就嚴重了 我就放給他休息 但是我加強兩劑 我保證你不會死 但是每天還是會有一萬兩萬 這是不同的做法 那台灣現在到底屬於哪一種 美國已經快10萬了 快10萬了 可是有志哥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疫苗 對 要說太精準 就是疫苗 現在疫苗狀況到底是什麼 我跟你講現在 我們不要說疫苗了 連基因定序都一直在那邊 來來去去 基因定序 我們難道一定是只有在萬華才可以 在西門町才可以做嗎 對啊 昆明實驗室 很多地方都可以做 我們做基因定序的量是這麼低嗎 基因定序像昆陽實驗室 是國防部的單位 對啊 所以只有中央人決定 所以地方也沒辦法好 除非你要去國防部講 因為我發現基因定序 他們有時候 因為我發現基因定序 可以快也可以慢 你們有發現嗎 屏東那個就一天就出來了 然後我們這邊拖了好幾天 對啊 你看兩邊的規格不一樣 你對屏東第四級 小四級 然後人口 然後基因定序的時間 再加上所有部隊進入的時間 加上這次呢 就是侯友宜難道會緊張 你現在放給我燙 我打給我燙 侯友宜最好趕快跳出來說 總統的戶籍期待在新北 所以拉一拉 跟總統拉一拉關係 這個Delta真的非常非常詭異 有多詭異 有多可怕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